我們的賽制非常健康 每一位玩家有一個每回合30秒的行動人次時間 而每一位玩家還是有後手6塊的一個計時牌 這個計時牌每一塊都可以為你帶來30秒的額外思考時間 其實我覺得有這個計時牌是比較好的 然後我覺得也會讓這整個遊戲的節奏比較快 然後我覺得也比較公平 不然有些人一直想想想 對 然後你用完了計時牌之後 可以用你十分之一的籌碼去換取一塊計時牌 對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公平 對 我開玩笑了 我是說有計時牌的話我覺得是比較公平 真的開玩笑了 計時牌是不能換 用光了就沒有了 套路了一下大黑 有順嘴就被我套進去了 喔 可以看到 裝位 我們的槍鬼架的位置 Libitiv想要去 非常想要去拿這塊熱瓦 然後我們Hexon是 一個短碼 他非常想要這個短碼 結果後來這Libitiv套詞必須要進去了 對啊 這就是一個小小的失誤啊 因為他雖然是做了一個跟注 但是他的位置比較靠前啊 冒然做跟注 如果後就會像Winfer這樣子 有一個 X-King X-King啊 他套詞也只能跟 現在我們就希望我們的龍少 我們的Winfer 我希望龍少可以翻倍啊 龍少這次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在這個中後期的時候拿到這個牌 現在我們有一個73萬2000的主持 和40萬4千的編持 所以我們的圈石是基本上已經JoinDead了 因爲發卡順勾也沒有用啊 卡順勾的話 我們的K勾是拿到了葫蘆 所以目前看 全场只有三张出牌 合牌一张六 那么恭喜我们的Winfer 是直接拿下主持和编持 这是对他来说 是蛮大的一个double up 直接从40多万 43万打到了110万 几乎是一个三倍的加持 一个接近三倍的加持 那目前我们的两家A圈 和一家10勾是打光了 我们的Richard是需要 两张A和四张9 六张出牌去赢下这个double up 没有发出来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Richard应该是被淘汰了 其他两位玩家是 平分了这个double up 找缩路牌都没 目前可以看到我们Trutilla 又一次拿到了一手口袋对K 做了一个跟注 我们Greenwood在Hijack的位置啊 一手石钩杂色 非常轻松的进行跟注 他是非常想要看到翻牌啊 希望后面玩家不要有所动作 那陈伟良在倒数第二个位置 选择一个平跟一个七八 希望可以中一些牌 然后我们的 Roberio是圈士 Angel Robert 是吗 Angel Robert 他这边选择一个 也是一个过牌 那他是一个我们的一个职业的现金桌玩家 Roberio是一个顶队啊 保持纸面上的领先 但是我们的Greenwood是在权益上 高达34% 在一个私家地区 有一个顶队带两头抽顺 非常好的一手牌 我们的Roberio有可能在这里选择 做一个小的下注去保护一下 做了一个三万的下注 在九万六千的底势中下注三万 楚切勒直接盖掉了他的KK 很有发展性 那Greenwood的这手牌 至少是一个跟注 果然他做了一个跟注 八七 虽然有一个重敌队带满下身 但是面对这样子一个牌面 并不是特别好 选择放弃 非常的理智 过牌之后 行动人次又来到我们的Roberio 那他这边会不会有可能选择下注 还选择一个过牌 我这边在合牌击中了 Same滚雾击中了两队 我们的Roberio 这边击中了一个顺子 15万6千的底势 行动人次 依然是我们的前志伟 选择过牌 来看一下 在后志伟他会如何游戏他的顺子 那这边很有可能还是会选择一个价值下注 15万6千的底势 可以打后手还有75万 应该可以打个11万 他该不会是想要check吧 因为他觉得对手可能没有什么牌可以跟 好 过来还是过牌了 因为他可能觉得在那边下注可能对手没有什么牌可以做支付吧 目前我们的直播周一还是一个五人桌 目前我们的直播周一还是一个五人桌 好 好 我看一下 枪口位的Daven Town选择跟住 那这手牌应该是一个四加的平跟底次了 Megita这手牌在装位啊 也是非常希望能看到翻牌的 如果再翻前做一个几啊 其实显得不太好 果然还是做一个过牌 圈十 K圈 石钩 七八 来看一下这手牌 目前我们的Lieptive是有一个中队两头顺 我们的Daven Town是有一个顶队两头顺 这两位玩家目前是有一个比较高的权益 这两位玩家目前是有一个比较高的权益 好 转牌给我们的Winford击中了一个顺子 可是上面有四张红星 然后没有人有红星 大家好像都动不了 对啊 所以四加底次都没有花那动不了了 对啊 因为大概率有人有至少一张花 现在就看我们的假设过牌到合牌的时候 我们的Fish2013会不会在Button选择偷 而且现在两队和三条都没有什么用了 因为两队和三条哪怕是补足了葫芦还是输花 一张红星6就输了 对所以说现在转牌的一张葫芦已经是 哇 哇 对啊 也没有人有Ace 对也没有人敢动啦 四加 诶其实如果开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当然是谁跳出来打谁会赢 可是这边唯一能跳出来打的应该就是我们Fish2013 因为他的位置在最后面 但你还是不能动 可是我刚刚在转牌的时候 我看那个Revative他这边有一个越越欲试的感觉 因为他很会在这种地方偷吃 这是他的习惯 就像那种三张A两张六 也是硬要偷这样 那我们的死闲是有10万 每一代在这里偷不动的啦 真的偷不动 四加 啊 现在过牌了 因为他四加里面有花跟住的太 没有了Ace 好 四加分尺 没有任何一个人有红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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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an, do you know how much you're playing? 1.6, thank you. 1.6, thank you. 我的转牌发出之前,两位玩家已经击中了顶三条 我们的Mikita用一个顶三条顶踢脚做了一个25000的下注 非常隐藏,非常隐蔽 这里还会考虑自己是大的,一个很轻松的跟注 那么LevDev9是不抵抗的 这两位玩家中至少一位玩家有A 直接击中了一张K 那么我们的Mikita现在知道自己目前是一个NAS牌类 是目前面上的坚果牌 做一个购牌去隐藏牌类 Evan6在这里选择反打 没有去隐藏 这里做一个随后购牌是可以的 随后购牌跟注对手的合牌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一条路 那他这里选择做一个8万的下注的话 可能还是要面对对手合牌的下注进行跟注 要多输8万了 这个9发出来 对Mikita来说非常的漂亮啊 因为如果对手有A的话 他这个SKing是非常非常的隐蔽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隐蔽啊 这里如果做一个过牌加注全下 对手很难逃啊 做了过牌之后我们的Evan6是必要下注 哇 这里是很难逃了 做了一个19万的下注 做了一个19万的下注 Mikita这里应该确保对手有占A了 那他的AK真的非常非常隐蔽 所有的A是指数AK啊 他这里至少可以加到80万 至少 做直接做全下也是可以的 直接做全下 我们的Evan6也不一定能逃得掉 因为只输一手 很少很少的 那这9炸弹是不太像 因为9炸弹的话 我们的Mikita在翻牌主动下注的 除非他在翻牌就用天葫芦 做一个领先下注去找A 做了一个95万的加注 准备 这个9炸弹的加注 这里就非常的难受了 A screen 做了一个跟注 这里的合牌过牌加注非常的完美 AV6和LibDip是打光了 还有我们的Migita的AK K圈队A勾队AK AK现在胜率非常高因为是压两边的脚 走啊走啊他只是打你的烟 他不是打你任何东西 他没有偷鸡的嘛 他偷了你的烟 不会的 打得很大 他拿你的命 他把烟是找不到烟 烟都放给他 烟都放给他 好 转牌来到一张黑桃6 那么目前我们的A勾又有一个黑桃的听牌 看一下 我们的合牌一张10 那么我们的Migita一下子做收掉了两家 达到一个双杀 一下子为他赢得了一百四十七万八千的筹码 目前他已经来到了四百万 目前他已经来到了四百万 枪口位选择跟住了A9同色 选择直接all in了A9同色 我会拿五十万去buy in下一个 那我们的Winferl是要上了 KK啊不用想了 有理由 你怎么给我们 没想到 贴身的A0 贴身A0 贴身A0 那我们的破发这里会盖掉他的圈钩 这首牌 OKOK But the way that I'm with Robo I know I'm going to double Robo 爸爸也是盖掉了 那么谭宣十六杂色更加不会玩了 看一下之后牌他们的对抗 诶 他在想 我应先 我应该把我搞的 我没有搞的 我没有搞的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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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EKING 不是KING KING 对啊 EKING KING 也不过了 A9遇到KK 也是拥有超过四十的盈率 也是一个四十五对五十四的盈率 Nobody have ace Nobody have ace Nobody have ace I think favorite maybe Yes Yes Anyone have king You have ace king You have ace king You'll be not happy No Fix card no ace you're favorite Maybe a king come out Yes KING 天生花 99.8%的盈率 这手牌 我们的KK 是直接继续在的 这个翻牌 对于A9的同色来说 已经是太好了 合牌来一张A 一张编尸牌 阿姆的Winford 是特别的倒霉 一手KK 翻前的第二大牌 结果是遇到了对手的一个A高牌AX牌 直接被戳死了 非常非常的遗憾 这一次对抗 我们领先的玩家并没有收下地池 所以LockMT 200MT 所以Shop just done But only one guy has 好看一下 可以拆 it I think A圈 选择跟住 看一下我们的后面两位玩家 会不会跳出来做一个加注 川普 是 iner 这边他直接在翻牌击中了一个三条石 而对手还有一个顶对大踢脚 下住了十万 转牌来到一张七 我们的弹圈手里是没有任何的方片保护 现在的有效球码是八十九万一千底持来到三十二万 我们弹圈 在枪口位 对手是在装位 他没有位置 他果然选择过牌 那么Divantown这里应该会选择作为枪价值下住 作为一个value 做一个十六万五千 我现在要拿回加拿大护照 加拿大护照 我要去侧如冲 加拿大电视馆过期 16万五千的下住 我们的弹圈这里直接盖掉了 直接盖掉了他的A圈 非常非常的有敏锐度 毒牌非常的精准 对于对手的形象和对手的一个下住量 他觉得这里A圈都小了 直接是选择了一个过牌盖牌 任何一次抵抗都没有做 非常的精彩 在枪口味选择跟住之后 后发一首K9童话 K9童话选择的盖牌 这边上这里有一个口袋对六 如果这里做一个跟住 进去买三条 其实赔率也是非常的好 看一下弹圈 一手石钩 同色 他会不会选择做一个过牌 还是做一个番茄挤压 这首牌其实非常好 做番茄挤压和过牌都是可以的 过牌也是能看到一个很棒的翻牌 因为这首牌他的番茄游戏性非常高 做了一个过牌之后 又是一个set六 我们DVT真的六六是非常幸运 连续两手牌是拿到了一个三条 对我们的DVT来说 他的六六其实是他的幸运手牌 因为上一届 G9岛的短牌赛是主赛中 不是主赛 是一个大的边赛中 他的六六就是击中了一个set 然后被Migita的圈圈set overset 但是在最后合牌的情况下 发出了一张六反超的对手 就是set overset的情况下 合牌再出跨反超 非常非常的幸运 然后那手牌也奠定了他那场比赛夺冠的一个基础 所以说六六是他的幸运手牌 可以看到这时候六六进场 果然是看到了一个三条 而我们的谭轩又一次下注 做了一个跟注 跟注了六万八千 我们的转牌来的叫红桃A 但并不是非常的让David Town难受 David Town可以看到 其实这张红桃A虽然是红桃的 但是对手的两红桃组合其实不高 在后支位的情况下 对手两红桃可能会在翻牌 选个过牌去免费买 所以他这张A要考虑的只是他的一个 这张A要考虑的只是一个高张的一个影响 红桃的影响其实不大 那么谭轩是没有红桃的保护 面对对手的又一次十二万五千的下注 他这里只有一个勾 转牌出现了一个帽子 这张A不是他很喜欢的一张牌 是击中了对手的一些范围 直接省着盖牌 一个很理智的盖牌 那么David Town是又一次拿下底持 Mikita应该有五百万左右的基本牌 我们王强这里拿到一手K圈杂色 在Hijack的位置 140万的后手 底持现在是10万 做了一个12万五千的加注 Mikita现在有460万的后手 一手80同色 面对一个加注 做了一个跟注 因为他现在后手特别深啊 所以他可以用一些比较边缘的一些结构牌 做一些跟注 看看试图在翻后击中一些强牌 目前可以看到 我们的王强是击中了顶队 但是牌面上是三张梅花 谁都没有任何一张梅花 29万的底持 这可能会倾向于做一个领先下注 不要给对手的任何可能存在的一个单张梅花 他就有一个听牌空间 做了一个过牌 他选择过牌要控制打了 那我们的Mikita这里只有一个抵对8 做了一个10万的下注 王强应该这里 看一下他怎么选择 他还有130万的后手 面对对手一个10万的下注 他就依然在思考 顶对 思考了接近一分钟的时间 选择做一个跟注 转牌来的张梅花圈 那么这两位玩家 目前由于一张梅花圈的存在 变得非常惊悚 这个牌面 虽然我们的王强是有一个顶长队 但是对手 只要有一张梅花 就已经成铜花了 而且铜花成牌之后 哪怕是在合牌 他击中了一个攻队 成为葫芦 都是没有用的 因为铜花是比葫芦大 所以这个时候变成了一个 勇者的游戏 这个底池就是 谁勇敢谁能拿底池来 谁下注 谁就能拿下 但是双方也会互相顾忌到 对手的一些梅花组合 选择都过牌 我们的美基达是击中了一个顺子 王强过牌之后 他应该有可能会用这个顺子过牌 因为是非常强的一个摊牌价值 我们的美基达用合牌的反超 赢下了这个底池 床上还剩下53名玩家 还剩下最后9位 有两张桌子 好 这边 这个平根的底池 我们的Android Rubber有一个79童话 这边没有什么帮助 那我们Devon Town 这边有一个三条 那在翻牌很有可能 如果Android Rubber放弃没有打的话 我们的Devon有可能会可以过牌 那在这边我觉得就是一个选择跟住 等对手自动的打 再或未用跟着就可以了 还有我们的准时开波呢 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觉得我们现在的Promant很准时 12点的过程 那正要准时自己的朋友准时 大家知道开翻了两次是稳定准时的 我们的Android Rubber决定连偷两发 因为毕竟在这个状况下就是 我们的Devon Town 他是在Button 他没有很多大的S 因为如果他有大S的话 他会选择加注 那加上有中S的几率又不是这么高 Android Rubber的范围整体来看是比Devon Town强的 所以他选择持续下注 是希望把Devon Town可能有一个Q 或卡顺的什么东西打走 那如果下注这两发 如果Devon再连续的跟住 他应该就会选择放弃了 如果等下River开一张8的话 我们的Android Rubber就惨了 因为他中了一个卡顺 可是击中了我们Devon Town的一个葫芦 那这边他这个9还是完全开不了牌 那我们现在完全开不了牌的状况之下 我们的Android Rubber选择一个正确的放弃 不错,真的是不能硬要 哦? 我们的Devon也选择了一个过牌 他还是担心他会不会对手埋伏 好,我们的River 这边有一个QQ 那只有35个前注快奖进去的状况之下 我觉得这边直接Owin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决定 好,没错 我们这边Android Rubber选择一个直接Owin River's被雪打了一把 River's被雪打了一把 那撞到我们Polf5的A-SUS 那Polf5也是等了 好,Close已经 好,那我们Polf5也不是在Soro 他是希望让自己牌看起来弱一点 希望有更多玩家进来 所以他这边应该也是会选择Owin A-SUS捡到了 好,我们的Polf5也选择了个Owin 好,我们的Polf5也选择了个Owin 那后面 因为没有人跟 好,我们这边Polf5有一个绝对的领先 好,那这一把是我们Polf5也选择到100万的一个好机会 好,我们先来看转牌有什么帮助呢 因为这边也没有一个可以 争抢的一个机会 好,那一样还是只有两张牌 我们这Polf5的整体的成绩还是蛮好的 好,我们来看看River 会有什么牌 好,我们来看看River 会有什么牌 哎呀! 哈哈哈哈 You're not my friend This is not my friend,Steven 下来我们LePolf5一跳 好,那我们Mikita 是我们的全桌筹码最多的玩家 那我们选择开始加注一些比较宽松的范围 现在是一个 前圈的Bubble Time 哦,不是,是Final Table的Bubble Time 我们只取前六名 那River剩下全场最少的这个筹码 在丢了一个4万前注之下 面对对手加注9勾 其实是蛮边缘的 就是一个可以跑的牌 可是却又不够强 然后被对手加注 这个 对手当然是一定不会盖牌 就是首先对手没有起牌率 那9勾 就真的是一个很边缘 是可以跑 可是 又没这么好的牌 那如果他盖掉的话 他也只剩下12个前注 我觉得可能还是 盖掉自己找机会推一把 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Winver还是选择上了 好,没有冲突 我Winver还有四成的胜率 好,我们看Winver有没有机会翻倍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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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看这个flop 好,我们各自击中了一个队 目前Winver暂时领先一点点 可是转牌应该会有很大的一些帮助在于我们的 喔 被击中3条了 我们拿Winver只剩2张勾了 好,我们的Bandiyakuski 我们的Fish2013 击中了一个 葫芦 所以现在即将场上即将要并桌 变成我们的七轮桌的Final Table 好,我们的Nurobor 选择直接O-In 50万的筹码 那现在是我们的谭萱在选择 是不是要跟住 喔,就已经跟住了 是QK对K10啊 喔,我们的谭萱有非常多的出牌 现在还稍微暂时领先 还有一张O-9QA都可以让我们谭萱 好,这张并没有任何的帮助啊 一样是A-9Q 8张牌 A,来我们去前啦 A,PLEASE S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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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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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次的牌 連續我們彈宣的8Q對他的AQ輸給他一次 他連續翻倍了兩次 現在打回到100萬 好 我們第一輪Tong Pucky Queens 130萬的抽碼 好 這邊又是一個多人屏跟底子 可是直到我們的Button 王牆有一個SK位置 OK UTG加3 這邊王牆是一個給O-in的機會了 那我覺得這邊主動的O-in可能會撞上我們DannyTong的一個埋伏 那我們SK果然選擇的O-in 那現在DannyTong其實蠻尷尬的 他很有可能會選擇一個蓋牌 在這個接近獎金圈的時候 QQ不是一個適合去跟的牌 我覺得DannyTong這邊蓋牌應該是一個比較好的決定 因為桌上也有其他的短碼 喔 他還是上了 那因為這邊其實這邊不太適合O-in的原因 是因為現在我們還沒進入前圈嘛 所以現在這邊變得去你要去拼一個這個 蠻不划算的其實 真的蠻不划算的 而且我覺得QQ不是一個夠大的牌 就是如果之前我們聊到這邊是比較適合 適合的牌是AAKK 政治在Bubble Time AK可能都可以蓋掉 那我覺得AAKK一定是不會蓋的 那這邊我覺得真的是沒辦法 這個QQ有一點稍微有點落後 我看翻牌 被擊中了兩隊 QQ只剩兩張Q了 那在Bubble Time去冒一個這個風險的話 我覺得QQ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我覺得最差的選擇是AK了 哎呀 薄的啦 你但沒用啊 唉唷啊 你撥到這我沒皮了 哇 這只剩下還有多了四張勾的機會 好 平民有發出來 我們登一趟現在36萬變整桌的短碼了 不拼啦沒有拆 一站就拼馬不拼啊 拼 拼 那不用打啦 還坐在桌上面 對比他們那麼短的籌嘛 還坐在桌上面幹嘛 對勾可以考慮啦 對 對比他們沒得走 對勾還要輸一輸 不用打啦 那我們彈軒 八十歐夫 對 兩個十歐夫 五十歐夫 我們Jerobo的S出現了 好,UTG加3,我已經拿到一個SS 我去年打比賽那麼黑了 應該沒有去打去年,在這裡 只有一個第七名的地方 好,我們打撲克波動就是這樣的確是一直存在的 像我們的POP說去年打那麼黑就是一個第七名 結果今天這一次我們整個系列賽我們的 我們的POP已經在這個黑三比賽,有一個第二名的第三名 這時候我們AngeloRubo埋伏成功了 他的ACES埋伏到Pocky Jax 現在不打那種啦,打大牌啦 現在等一個出了線,你要怎麼樣打就可以有錢了吧 打比賽是這樣,你打過也就不一樣 有些人發夢,拿冠軍就弱,這個 第六名拿不拿無所謂,是吧,就不同 好,我們AA對到GoGo 哇,兩個都中了一個三條 好,我們現在我們的 只有一張,還有10可以做一個評分的機會 好,我們的DivenTown 成為我們的Bubble 哇,這個樣子就損失了,是270萬港幣啊 非常可惜,那也恭喜我們現場 好,所有的玩家進入了我們的前圈 前六名現在已經保底是270萬港幣 而我們的第一名可以獲得1,330萬港幣的獎金 我的牌是推的牌,你大了,我走了 好,最後牌,前這位玩家都沒有牌 2.8 Hijack Hijack 這裡一手Go6銅色 花色挺好,但是Go6的間距有點太差了 太多了 做了一個跟著 哇,Greenwood這裡有一手K10雜色 在詢問了一下,我們的前之位玩家的後手之後 選擇了同樣的跟著 我們擺在詢問是這裡拿到一手圈契銅色 我們擺在這裡 也選擇過牌 沒有人集中A 只有我們的Saint Greenwood 集中一張K 翻牌來到K8A Hill 在這個牌面上很難有什麼座位 的確他的Go6其實 除非進去看到兩張紅桃 否則的話他的Go6在很多牌面上 大多數牌面上 都是很難有一個遊戲型 3加過牌,那麼轉牌來到了一張黑桃7 目前大家也是都是沒辦法動的牌 Grainwood可能會動 聖Grainwood這邊是既然大家都沒有動 他這邊很有可能可以下一個柱 可以做一個架子下柱 他也是選擇控尺啦 他覺得三家都沒有動 然後有位的概率不大 他的K可能可以攤牌贏下這個地池 三家都繼續選擇過牌 那麼合牌來到一張圈時我們的VH2013拿到了後門兩隊啊 跑跑兩隊 那張圈的出現啊 基本上前面兩位玩家更加是不會動了 這裡完全沒有攤牌價值的 Rubio可能會選擇要試圖打一槍看看能不能直接拿下底池啊 那這裡我們圈器應該會跟住了 做了一個十三萬五千的下柱啊 Grainwood這裡被夾在當中位置不太好 他沒有撕掉 他抓住他 這個牌其實是一個可以用來抓機的一個牌籃啊 因為三家的過牌底池 他的K其實蠻大的 他這個位置 他其實怕的就是 後面的Megita會不會選擇 被夾在中心還是比較難助決定 他應該還是會Call的 因為 因为他对手的下注尺度不大 他一call的话 就算Miguitacall进来 他也不会额外的损失 他本身就选择要做一个跟注的话 就是考虑到 前位可能是大的 搞得Miguita也很难受啊 一加下注 一加下注一加跟注 但两队也不知道自己大不大了 很边缘啊在这里 真的真的很边缘 因为他也不知道 Greenwood是一个抓鸡的牌 这个其实对他来说有点便宜 13万5 对赢一个五十万 六十几万的敌持 他赢一个 1比5 20%机会赢就可以了 现在是 五次赢一次就对 五次跟队一次就好了 这个便宜的注码让他 反而更加的难受 而且他又去不利的 所以 还是跟了 因为他是一个很基于数学的玩家 对 两队选择了跟住啊 13万5千对一个 六十三万的地址 非常好的一个价码 非常好的一个价码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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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